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张大仙 在2020年1月新版本爆料中 有一位神秘的玄庸大将 他有一位可爱的儿子在记下求学 这位将军叫做蒙田 而他的儿子也正是我们前不久 在星之队故事中聊到过的 星之队射手蒙亚 而最近官方也爆出了蒙亚的 技能资料信息 提说是一个依赖技能输出为主的 射手英雄 嗯?守约元方终于有了靠技能输出的同类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和当初漫画展示的一样 蒙亚是一个背着重型机炮的射手 一看就是一副拥有强大火力的样子 他的被动也和这副背上的机枪息息相关 每当蒙亚普攻命中敌人 蒙亚的机枪就会慢慢过热 当能量达到最大值时 蒙亚就会进入兴奋状态 技能被强化 并且每秒都会减少一二技能的CD 当蒙亚5秒内停止获得能量时 能量就会逐渐减少 嗨呀 这个被动怎么让我想起了隔壁一位叫蓝博的约德尔人 都是回忆呀 一技能 举起机关枪 对着一个目标 疯狂 哒哒哒哒哒 一边哒哒哒 蒙亚还可以一边位移进行走位 只不过自身的移速会被降低 而蒙亚进入兴奋状态时 机关枪可以扫射到目标背后的单位 那目前来看这个技能属于多段伤害类型 而既然他是个射手 就不知道能不能触发暴击 又或者是能不能触发末世了 如果能够触发暴击或者末世其中一种 参考隔壁马可 这无疑是一个超强的强力技能 萌亚我看好你哦 二技能暴力中炮 是的 这不就是隔壁半仗在天国的散吧 萌亚射出五颗流星弹 遇到墙壁等阻挡物会进行弹射 敌人如果在一秒内被多个流星弹命中 伤害会衰减至25% 当萌亚处于强化状态时 流星弹会增加至10颗 哎呀这个简单的几何学 这个技能有意思啊 我猜想啊 这个技能很有可能 可以和你挖猪八戒这一类 改变地形的技能进去配合 峡谷捉球有没有 大招飞弹圆席 这个技能就厉害了 你看这个施法范围啊 我的个怪怪 足足有半个地图的施法范围呢 只要开启了大招 那么在这个大招覆盖的范围内 任何友军包括自己 只要对敌人发起进攻 萌亚就会自动发射飞弹支援 关键是这大招设法范围 真的能覆盖半个王者峡谷 首约神木系全都自愧不如 我说它是全球流支援技能 一点都不过分 而且导弹还是自动追踪的 不需要萌亚进行任何瞄准操作 当萌亚处于强化状态时 导弹的发射频率还会大幅提升 说真的 这个大招是真的闭上眼镜也能玩的 但有一说一 我观察这个导弹飞行速度略慢 敌人应该是可以通过走位进行躲避的 所以命中难度应该会相对较高 不然这么一个半途支援大招也太强了 如果能配合一些控制英雄 例如张良等等 我相信这个大招应该能发挥很高的战术价值 好了目前对萌亚的资料官方就只放出了这么多 等萌亚上线体验服 我一定会为大家带来萌亚的细节玩法等爆料 记得关注我 不要走快哦 王者尽头谁微风 一遇大线都得梦 我是上线 我们下期再见